漫威保密到沒有把這個字放到劇本裡面 是當天要拍攝的時候才知道的 而且在第一次說的時候 可以聽到在場的工作人員都hold不住喜悅 還不小心叫得出來 歡迎來到888研究室就這樣看電影大虎子John 驚奇少女最後一集已經上線了 不知道大家看了沒 因為最近我們在忙所有 所以呢今天我們這支影片就是第五集跟第六集的 細節彩蛋還有資金畫面分析 尤其是最後最後那個大驚喜 所以還沒有看的朋友趕快去DC Plus上面看 再來看我們的影片 我們的影片可以等你的喔 不然就被我們爆雷就破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的頻道 我們用輕鬆娛樂的方式分析很多電影細節要彩蛋 尤其是Disney 漫威跟DC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都歡迎訂閱我們喔 也歡迎親切訂閱我的個人頻道就這樣 討論一些人生的觀念與看法 讓我們活得更舒服吧 最後一集真的超勁包沒有想到就這樣子結束了 啊怎麼就這樣結束 但沒有關係我們先從第五集開始 第五集一開始我們看到 Kumala被傳到了1947年的印巴分離火車站 這次開場的LOGO中 有一個畫面可以看到政府發的移居文件 上面有寫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跟一個小孩 應該就是Kumala的外婆 Sana還有Sana的爸媽要移居去 巴基斯坦 文件上面還有一串數字是0012的號碼 這應該就是漫畫的彩蛋2015年驚奇少女第12集 當Kumala回到了Karachi的故事 接著我們看到Aisha的故事 她跟其他Clandestine的人分開之後拿著手環逃命 剛好碰到了Hasein Hasein對Aisha唸出了13世紀波蘭詩人 魯米的詩Out Beyond Ideas 當心靈躺在那裡 世界也太充滿了 你去找 你去找 最後的那一句 你正在尋找的東西也在尋找你 打動了Aisha 兩個人就在一起了 超會把眉的 就碰到一個女兒 然後就開始朗讀那個詩歌給她 兩個人在一起後 生了一個女兒 取名為Sana Sana這個名字應該是在致敬Sana Mannette 是驚奇少女漫畫的創作者之一 但是 過了幾年後 Aisha還是被Najima發現了 Aisha帶著Hasein逃命的時候可以看到 1947年印巴分離時的場景 導演有表示他們非常努力去重現 當時的混亂 而且這些畫面對他們來說都非常的珍貴 因為這是好萊塢 所有作品面 第一次拍到印巴分離的場景 那有趣的是呢 在拍攝這些畫面的時候 他們其實沒有到印度或是巴基斯坦 反而是跑到了泰國 然後請了上百位的靈眼來演這一幕 就是為了要讓大家感受到 當年這段歷史的震撼感 在混亂的人群中 Najima殺了Aisha Kamala穿越了時空 過來幫忙帶外婆 Aisha 那這一次的穿越有點怪怪的 因為這跟《終局之戰》所說的時空穿越的規則不太一樣 時間仗不這樣 改變過那外幕 改變不改完未來 想說 如果你要跌到古墟 那舊流 那舊流變成你的未來 而你前的未來 變成過去 不著不能改變你更新的未來 沒錯 還是他們只是想要呈現一個命中注定的感覺 回到了原本的時間點 若歐維度的光牆出現 但Clandestine的人 碰到了都變成了硬光然後死亡 有點像是神盾局特工藝人族變身時的樣子 這邊他們不是得到超能力 他們就死掉 這一節最後我們看到 Cameron身上也有綠綠藍藍的光 這跟他在漫畫中的顏色很相似 漫畫中他全身都是可以發出藍白色的光 他碰到的東西都可以變成像炸彈一樣 但我們從第六集中看到 他的能力跟Kamala的差不多 只是顏色不同的硬光 門尼巴來找女兒的時候 他看到Kamala壞掉的項鍊 這時也看到了雷電一樣的黃色標誌 也是第六集媽媽用來做新的戰斧的啟發 他就做出跟漫畫一樣的黃色閃電標誌 所以現在回想起來其實第一集 媽媽做出浩克服裝的時候也是在暗示說 他之後驚奇少女的戰斧也是媽媽做的 很會做衣服 然後可能會打爆一道便當讓他帶著 Cameron跑來找Bruno求救 還開了一個特斯拉的玩笑 因為Cameron覺得特斯拉是車子 特斯拉其實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發明家 之後Elon Musk取名特斯拉車子是為了紀念這個發明家 接著DODC綁架的STARK無人機發現了 Cameron還不小心炸掉了Circle Q 這裡有一種蜘蛛人返校日超商被炸掉的感覺 然後第五集就結束了 那我覺得第五集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其實他們是在致敬當年硬巴分離的那個場景 所以第五集比較多是在說這個故事 好讓我們來講第六集 一開始Kamala想要跟家人坦承自己就是夜光女 但家人早就知道了 這跟2018年漫畫《驚奇少女》第31集裡面的故事很相似 當Kamala鼓起勇氣要跟Zoe Nakia還有Mike說自己就是驚奇少女的時候 朋友們就回答說他們早就知道了 在Miss Marvel的LOGO中有一個可以特別指出來的就是 Miss Marvel Established 2014年 意思就是Kamala Khan版的驚奇少女 獨立漫畫出版的那一年 2014年 那這集裡面同樣還是有QR Code 當Kamala換上媽媽給的新戰服出發後 經過了烤肉捲餅餐車的時候 老闆背後有一個QR Code 這會帶我們到漫威網站 讓我們看到一集免費的Miss Marvel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小知識 你有看到那個餐車後面不是有一個A嗎 這個是紐約衛生局從2010年開始 會定期到每一家餐廳餐車 打衛生分數有A B C 那C當然就是比較不衛生的 而且一定要把這個分數掛在客人一定看得到的地方 就2011年的時候我們去紐約吃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家店它就是B C 然後對你的感官也會改變 啊原來它沒有那麼乾淨 我覺得那個改變的紐約蠻多的 因為紐約之前就有鬧很多蟑螂老鼠有的沒的 來到清真室 教長跟這裡的人一起幫忙Bruno還有Cameron投命 這跟2015年的Miss Marvel第21期裡面的劇情很像 哥哥跟教長一起幫忙偷藏其他藝人族在清真室裡面 這其實是在笑說之前MCU電影裡面的英雄在躲藏的時候都只有戴帽子而已 啊就這樣子嗎 他們逃到學校的時候 Zoe也有跑出來說自己早就知道Kamala是驚奇少女 在漫畫中Zoe是同性戀還迷戀著Nakia 很可惜影集沒有這樣子演或是還沒有在目 因為很有可能Zoe的那一句 我認為Kamala應該可以告訴她她準備好了 除了是在說Kamala的身份之外 也有可能是在暗示自己的形象 但是沒有不可能因為 你有發現最後一集的時候Zoe跟Nakia都是在一起的嗎 當DODC包圍學校開始攻擊的時候 他們有用一個比較大的震動武器 這個應該是2008年無敵浩克時有拿來攻擊浩克的武器 的進化版 為了要讓自己更強大 Kamala說要讓自己變大 這也跟漫畫一樣 該不會之前一直提到蟻人也是為了這一幕的鋪陳吧 最後Kamala幫助Kameron逃跑 DODC的瘋狂女被開除 事情就這樣圓滿的結束 有點可惜 因為你不覺得那個DODC的女兒怪怪的嗎 我還以為她會是斯科羅人之類的 結果沒有她就是一個瘋子 那我們在事情結束之後 看到了很多在討論驚奇少女的短片 裡面有奇怪的跳舞男 她的ID是Master Paul 616 616應該就是指漫威616的宇宙 校長餐車老闆都有出現 兩位導演也有出來客串 輔導老師Gabe 他的名字很好笑 因為他的名字是寫GWW not the bridge 只是因為GWW很常會被說成是 Oh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紐約的華盛頓大橋 她的意思就是說我是GWW不是那個橋 再次看到Ruby阿姨 然後這一個人 The Real GW 這位是真的GWW 就是漫畫驚奇少女的創作者 她看起來很熟悉的 最後是偷鞋小偷 不知道她有沒有把鞋子還給回去 這一次呢他們真的有請來GWW 來做客串嘛 因為之前不是有鬧出很多新聞就是 漫威在拍電影的時候用到這些角色 都沒有給漫畫的原創者一些福利啊 或者是尊敬啊有的沒的 但是這一次他們真的請來了GWW的驚奇少女的創作者 所以應該這次合作是開心的吧 最後在屋頂上爸爸Yosef解釋 Kamala的名字意思是完美 還有驚奇 這也是漫畫的劇情 你真是太完美了 這就是Kamala的意思 但在俄羅斯上比較像 奇妙 奇妙 但漫畫中驚奇少女的名字是自己取的 而且還有被驚奇隊長嫌棄了一下 不知道這一幕會不會出現在之後他們兩個終於見面的時候呢 再來我們看到驚奇少女坐在路燈上的場景 這也是漫畫非常有記憶點的一個畫面 最後重點來了 Bruno有跟Kamala說他的基因跟其他人不太一樣 有一點Mutation 突變 然後他在說這個字的時候呢 被解音樂改了 出現了97年X30的主題曲 那我們有確定因為最後的歌曲列表裡面 的確有出現97年的X30主題曲 但這個需要很多解釋 所以我們晚一點再來討論 Nakia跟他們說走我們去吃沙威瑪 這個跟復仇者聯盟1最後一段一樣 他們跑去吃了沙威瑪 來到了片尾畫面 我們看到Kamala躺在床上 手環突然間發亮 然後驚奇隊長就出現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好那我們先從手環開始討論好了 從影集裡面一開始這個手環 是從藍色的手臂上面拿下來的 藍色的手臂應該就是克里人 漫畫中 克里人有研究出一種叫做 Negavance的手環 可以增強使用者的各種能力 甚至可以在外太空生存 還可以瞬間移動 但卻把 Marvel版本的驚奇隊長 困在了副空間 Negative Zone 後來漫畫裡面有一個叫做 Rick Jones的人 他是浩克的朋友 是一個普通人 在圍結的時候 他會將兩個手環 碰在一起 這時 Marvel版本的驚奇隊長 就會從副空間裡面跑出來 跟Rick Jones 互換位置 所以推測影集應該也是這樣的設定吧 Kamala 會跟驚奇隊長互換位置 這是真的驚奇隊長喔 當編劇在接受 Variety訪問的時候 他有說 我知道有些人看了漫畫 可能會誤會說 Kamala變成驚奇隊長的樣子了 但這真的是Carol Danvers驚奇隊長 我們從很早之前 就計畫要讓驚奇隊長出現 但我們希望Kamala 要先把自己的故事完成 而不是去模仿別人 所以在這段旅程的最後 讓Kamala穿上媽媽做的服裝 Bruno做的面具 紅色匕首送的圍巾 跟使用爸爸給他的名字 都完成了之後 才見到驚奇隊長 這其實非常的合理 因為這樣子就不是說 我在模仿驚奇隊長 或者是 整個風采就被搶走了 但手環的用意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他們會互換位置呢 這個我們還是要等到 明年驚奇隊長2 上映的時候才會知道囉 那最後當然是要討論最重要的 Mutation 變種 這個字 還有最後的配樂是什麼 我相信 聽到配樂的朋友 應該都會非常驚訝 沒有想到變種人 會被這樣子代見的GU 你知道之前網路上有超級多的猜測 像是浩克彈指之後啊 被彈回來的人 他們的基因可能被變動到 然後就剛好啟動了 X基因 然後就變成了變種人 又或者是 大家一直在等待說 應該不會非有女巫會說 我需要變種人 然後變種人就出現了 但都沒有 竟然是用驚奇少女帶出來 其實劇組他們也非常的驚訝 在接受漫威自己的訪問的時候 編劇有說 一開始沒有想到會這樣子的計劃 是後來才改的 這個設定其實幫了很多的忙 因為這可以解釋 為什麼只有Kumala 會被手環影響 而其他的家人都沒有事 這是因為 只有他的基因比較不一樣 那飾演Bruno的 Matt Linz有說 漫威保密到沒有把這個字放到劇本裡面 是當天要拍攝的時候才知道的 而且在第一次說的時候呢 可以聽到在場的工作人員都hold不住喜悅 還不小心叫得出來 最誇張的是 在飾演Kumala的 Iman Villani 這一幕 他們拍了超多次 因為每一次Bruno說 Mutation的時候 Iman就會笑場 Iman說自己完全不敢相信 而且太興奮了 自己還有email給凱文菲奇說 你是認真的嗎 你確定嗎 我感到非常榮幸 所以就可以確定說Kumala真的是變種人 Iman Villani在Reddit隨便問的時候也有說 影集裡 映光的原型 其實是一位叫做 Armor的日本X三井 他的超能力 是讓身體的外圍可以召喚出光能防護罩 真的跟影集版的驚奇少女非常相似 有些粉絲會問說 為什麼他不是藝人族 因為漫畫裡面驚奇少女原本是藝人族 他不是變種人 所以為什麼 MCU不要用藝人族這個設定呢 好這個我有研究一下 我們觀察的推論 因為官方那邊沒有正式的宣佈 最近的暴力 已經被稱為 一群外國戰友 因為這群外國戰友放到了人類裡面 隨著時間的變化 人類會因為這個X基因開始有超能力 藝人族反而是克里仁為了打仗 後來跑到地球拿人類做實驗 改造了基因變成超人類的種族 但藝人族天生是沒有超能力的 要通過泰瑞根迷霧 Telogen Mist之後才會啟動超能力 他們看起來類似 但其實種族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他們的名氣還有版權 也都是不一樣的 那在2014年的時候 凱文貝吉有宣布要拍藝人族的電影 當時大家都超級期待 而另一邊漫畫的大事件中 也可以看到藝人族的戲份越來越多 X戰警還有驚奇四超人的戲份 反而慢慢的淡去 畢竟電影版權都在福斯手上 迪士尼沒有想要幫忙推廣他們 不過藝人族還是沒有推銷成功 名氣比較高的呢 只有 這時就傳來迪士尼要購買福斯的消息 藝人族從電影變成了影集 之後影集整個被砍掉 神盾局特工也默默的結束了 X戰警還有驚奇四超人 就回到了漫威手上 所以我們的推測呢就是 因為名氣最高的作品回來了 所以就沒有必要再推藝人族啦 加上一般的觀眾可能也分不出來 藝人族跟變種人的差別到底在哪裡 所以才會讓驚奇少女變成了變種人 順便為X戰警要進入MCU做一個開端 所以說不定之後很多 有超能力的人類都會被稱為是變種人 所以就不會再有什麼其他被開發出來 或是藝人族那些就全部都是變種人了 希望這樣解釋大家有清楚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你覺得有其他的變種人已經在MCU裡面了嗎 驚奇隊長為什麼會被傳來這裡呢 他們之後要怎麼見面呢 好啦不管怎麼樣都歡迎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 喜歡我們芭芭芭研究室就這樣看你的朋友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哈囉大家好今天有看到我穿的衣服嗎 我讓大家看一下我的背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可以 有喔 這一件呢是野獸國最近才新推出的新的索爾T恤 當然他們還有其他的漫威英雄T恤 那除了他們站上的活動之外呢 這一次他們有特別邀請我們一起合作 只要在結帳的時候 輸入我們的折扣碼 TEEPR TEEPR就可以再想八折的優惠喔 詳細的活動漫法看我們下面的資訊欄 還有那邊有連結直接點 點下去就可以直接選購喔 歡迎來到正面大叔側面記錄大家好我是Joh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呢就是 驚奇少女第五集 編劇Bisha Ali他有說 他其實最想讓大家看到的是一個 他們後來家庭和樂融融的感覺 然後把一些原本隱藏在心裡的話 終於說出來了 讓大家看到這個其實是做得到 很多的家庭其實 都會因為是喔因為我們是家人 所以有些話不敢說對不對 跟朋友的關係可能會比你爸媽還要好 很多真心話你只能跟你朋友說不能跟爸媽說 或者是你爸媽會一直想要控制你 你可能說了也沒有用 就差不多這種感覺 就是有一個隔閡在 一開始我們可以看得到 驚奇少女他被他媽媽管 然後他媽媽控制 他媽媽要的東西跟 Kumala要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隨著事件發生他們終於找到機會可以好好的溝通 最後就是媽媽支持他 女兒也是很喜歡媽媽這樣子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那我爸爸媽媽 爺兒奶奶的備份他們自己不做啊為什麼我要去做 但真的如果你在意的話 可能真的是你要開始做 要做什麼我知道是非常難的一件事 因為跟爸媽溝通打破這道牆啊 超級難 真的超級難 跟很多網友聊天的時候會發現到說 誒他們都會提到說家裡有問題啊 跟爸爸媽媽溝通有問題 然後他們都不聽我的話 或者是我試著想要跟他們說只是沒有用 如果你有這一類的問題的話 我們先來討論一下溝通是什麼 很多人會覺得說溝通就是交換意見嘛對不對 但有一些人會不小心誤會說 溝通就是你要認同我 我今天說香菜很難吃 我的爸爸媽媽可能說香菜很好吃 我們兩個就開始對峙 兩邊就開始吵架 對然後他們不會改變他們的意見 我也不會改變我們的意見 然後後來就最後就是 我什麼都不說然後就走了 對 就是很多家庭可能會發生事情 當然不是為了香菜 很多家庭可能會為了一個事情這樣子說 但這其實是溝通上本質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溝通就是你要認同我 你不認同我的話你就是跟我是對立 真正的溝通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要把認知丟到一邊 真正的溝通其實是感情的交換 感情的溝通 這才是比較跟家人跟愛人需要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感情的溝通 什麼意思呢 我真的不喜歡吃 然後這個味道對我來說我無法接受 我知道你們是為我好 他可能真的是有營養 你們這樣子比我其實很難過很傷心 我是愛你們的 只是我會傷心 如果他們學會溝通的話 他們可能也會跟我們講我的感受 他們的感受是什麼 這個其實才是真正的溝通 真正的溝通不是誰對誰錯 也不是你站在哪一邊 真正的溝通是跟對方表達說 今天這個事情發生了 我的感受是這樣 我希望我們可以好好的 或者是我希望可以這樣子發生 差不多就是這樣三部曲 第一個 事情發生了 什麼事情 第二個 這個事情 讓你的感受是什麼 第三個 你希望他會怎麼發生 然後你們就會討論出一個 兩邊都開心的結論 這就是好的溝通 我希望大家 如果有機會 好好溝通的話 努力 嘗試看看 也可以 打開心房 跟自己的爸媽 變成好朋友 然後他們也是支持 你也是喜歡他們這樣子 這會是 非常舒服的人生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都歡迎到我個人頻道 就這樣 到時候再見 掰掰 編劇他自己在 訪問的時候 他有說 其實 他 他們一開始有把 Clandestine 還有甚至Red Daggers 他們的兩個背景故事 寫的蠻多的 就是戲份也蠻多的 然後會有更多他們的畫面 跟他們的故事 但是 因為 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沒有辦法拍出來 或是 可能被剪掉了吧 他只是一直在說 因為疫情的關係 只是他有說 他自己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我們其實 沒有完全了解 Clandestine是在幹嘛 他們就真的是這樣出現 然後就沒了 對吧 極力死亡 而且他們變出武器那些 是什麼原因都不知道 他原本的劇本裡面有寫 對啊 只是他 可能就是個過場 對就變成過場 他們也沒有要解釋吧 他們應該也沒有要解釋 對啊因為就沒有別人 對然後連 諾爾那邊也沒有要解釋 對啊然後你不覺得很奇怪 那另外一個手環是怎麼回事 也沒有解釋 在調查這時候我才發現有一個人 大家應該都知道 Gandhi 大家都知道他那個時候是在抗議嘛 然後在餓肚子 他那個時候就是為了要 讓印度獨立 就不要讓英國再繼續統治印度了 所以是他發起的一個 算是革命活動 然後大家都說 英國人走開英國人走開 才發生了英國人撤離 然後英國人撤離的時候才發生了 印度巴基斯坦還有Bengaladesh 分開變成三個國家